立院一場旁整排大王椰子樹 但怎麼就這一棵好像怪怪的 我從來沒有 我從來不知道它 上面是這樣子光凸凸的 大王椰子樹頂上五毛 不是幻計 而是它生病了 有點危險 所謂的危險是它的生命 關心樹木壽命 立委自己安全更得小心 萬一倒塌可是會被壓殺 因為這棵樹已經病得不輕 我們可以看到 外表已經出現有流濃的跡象了 再仔細點一看 這個地方整個出現了糜爛 如果我們拿點東西 來去挖一下的話 還可以看到是有小螞蟻串出 同時還有點臭臭的味道 樹齡40到50歲的大王椰子樹 高10公尺 疑似染上牙腐病 樹幹已經出現纖維腐化現象 事實上是被虐死的 全部被用嘴泥固定起來 連下雨的雨水都吃不到 立委樹木染病非小事 因為樹枯是非多 運勢也會跟著被拖累 我死去那可能跟這個執政黨會有息息的相關 但是在裡面的官員也會有鬥爭越來越嚴重 瀕臨病死的樹木要處理 種什麼樹也是有學問 2016年原本在立院虎邊跟龍邊 各種一棵國寶樹台灣遊山 沒想到水土不服相繼死亡 最後改種龍蚊 除此之外立法院還有兩棵政院之寶羅漢松 樹林將近90歲 總價值近千萬 有正觀之氣 立法院有意說 這會期順不順 看看羅漢松的葉子長得好不好就知道 記者張道友帶晚霖台北採訪報導 最 最 快 最 最 高 最